他绝对是地球上的最强蜘蛛 就连怪兽之王哥斯纳也只会做他的跟班小弟 只要轻轻一跺脚 就可以掀起万米高的千层海浪 随地一口坛就可以撕裂大地 创造新的亚欧大陆 然而你做梦都想不到 这只巨兽的一切行动 竟然都是在人为的控制下进行的 传说在遥远的海洋深处 存活着一只可以吞噬万物的帝王蜘蛛 只要找到他在陆地上的近亲马来猪 囤一下近亲就可以通过南亚连接 来控制帝王猪的一切行动 而且马来猪还可以保持宿主长生不老 成为几乎接近神明的存在 因此几十年来 无数人前赴后继都想找到这只蜘蛛 而富豪大壮也属于其中之一 可得到消息的他还是晚了一步 马来猪被宿主提前驱逐 并藏在了石碑之中 最后又误打误撞 被佛伯的小帅找到并吞下 从而成为了新一任的宿主 于是恍惚中 小帅看到了帝王猪的精神化身小美 可他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 还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成功脱单 随着他不幸冤倒街头 反而被大壮意外简陋 为了取出已经进入小帅体内的马来猪 大壮吊起对方 在高科技共振仪的作用下 成功将蜘蛛逼出了小帅体外 看着眼前的蓝牙接收器 大壮没有丝毫犹豫 一口便闷掉了还没睡醒的蜘蛛 但他没有料到 非自愿寄宿的马来猪 并没有替他和帝王猪建立联系 为了达到目的 大壮再次用共振仪 惩罚体内的蜘蛛 没想到这招果然有效 在大壮的感应下 巨型帝王猪立马受到控制 对着海底陆地 便发出了恐怖的原子吐息